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给大家用猪肝做几道好吃的 今天早上在市集上买了一块新鲜的猪肝 猪肝的营养丰富 定期吃的话还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保猪肝要处理的干净 买的这个猪肝 今天我会做成不同的菜系 里面分享的技巧都会让猪肝吃的嫩滑入味 没有腥味 大家在看的时候牢记里面我讲的每个步骤 这个视频有些长 还请家人耐心看完 这样不会做饭的你 也可以做出好吃的 今天大家看到了这个猪肝 首先第一步我会讲到如何挑选新鲜的猪肝 第一看猪肝的外表 紫红色均匀 表面有光泽有弹性 二无水肿肿块硬块的话 就是正常的猪肝 病死的猪肝一般都颜色发紫 切后会向外渗些 偶尔猪肝的表面会有水泡 加热的话呢 细菌也不容易杀死 是不是人体有害的 灌水的猪肝呢 颜色是那种红白色 但会有明显的发白 而且是往外流水 以上的我说的这几点一定要切记 首先我们把猪肝放到案板上 用刀切开 猪肝切开后 大家可以看到新鲜的猪肝的纹理 而且很有弹性 改刀好的猪肝 我们用刀切成薄片 猪肝的厚度大概在4-5毫米左右 太薄的话 有些人掌握不住 猪肝就会碎 因为猪肝本身的特性是很脆的 而且猪肝在做熟的过程中 猪肝的厚度会变薄 因为猪肝不是膨胀性食材 猪肝是很有毒素的 如何正确的去除猪肝的毒素呢 下部我会一一讲到 切好的猪肝放入一个提前加入凉水的盆中 用水进行清洗 清洗第一遍后 我们把水倒掉 在盆里加入新的凉水 再把猪肝清洗第二遍 清洗完第二遍的时候 我们放置15分钟 再让猪肝里面的血水自然的浸泡出 然后控干水分 往猪肝里面加入一两白酒 不要放料酒了 我个人认为料酒没劲 也不太好去腥 这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去除 肝脏中的腥味与毒素 加入白酒后 再加入清水 清水加入后 两个手再进行揉搓 揉搓的力度一定要清 因为防止猪肝碎裂 揉搓后 我们再让它静置15分钟 趁着猪肝散泡的时间 下面我们准备生姜一块 先把生姜切成片 切片的生姜 我们用刀再把生姜切碎 切碎后的生姜放入到碗中 再准备大葱一根 从中间把大葱切开 然后再把大葱切碎 切碎后的大葱也放入碗中 这时碗中要加入温水 温水有助于生姜和葱末的 内汁更好的激发与溶解 再加入少许的白酒放入碗中 浸泡10分钟 一会备用 我们再次把泡的猪肝的水分控干 把我们泡好的汁水 倒入到猪肝的盆中 再用手揉搓清洗 直至猪肝泛白 水清澈维持 现在猪肝里的毒素和脏东西也清洗干净了 我光揉搓清洗就花了四遍 用清水都冲了六遍 大家也能清楚的看到猪肝已经泛白 猪肝表面的很多小肝已经打开了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腌制的时候更快的入味 这样的清洗 有很多人认为是很繁琐 可是我认为自己家里人吃 还是清洗干净比较好 家人们不要怕费事 我们从清洗干净的猪肝中 拿出一点猪肝放到小碗中 第三种吃法我们会用到 视频讲解到这里 阿勇感谢家人们的耐心观看 好 现在我们先腌制猪肝 首先我们放入少许的白酒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少许的食盐入味 加入白糖少许进行提鲜 再加入少许的土豆粉 放土豆粉是为了锁住猪肝的水分 让猪肝吃起来更嫩化 然后猪肝搅匀腌制15分钟 这样更入味 15分钟后 家人们看到枝子已经渗入到猪肝里面了 让猪肝充分的吸饱 也有一些人给腌制的猪肝放植物油 担心炒制的时候粘连 其实火候掌握好 是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如果是生手的话 你们也可以到最后放一些植物油进去 因为在炒制的时候 不太会容易发生粘连 起锅放油 油要多放一些 油温在五成热的时候 下入腌制好的猪肝 炒制六成熟就好了 时间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这个猪肝就可以出锅了 好 出锅好的猪肝 我们放一边备用 我们第一道菜分享的做法是 焦码猪肝 准备小米辣树根 用刀去掉小米辣的头 然后用刀切成小钉 切好的钉 我们放入到盘子里面备用 新鲜的麻椒一两 大家也能从我展示的视频都看到 里面有大葱段少许 还有炒制好的猪肝 取出一半 放入盘中 起锅放油 油里放入少许的食盐 油热后 我们先放入麻椒进行炒香 再倒入小米辣和葱段 进行煸炒出香 然后再放入猪肝 翻炒树下 加入少量的白糖 点入少量的清水 这样子会让猪肝会更嫩一些 因为有些大火的话 有些猪肝会炒制的越来越发干 翻炒后加入少量的料酒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焦麻猪肝就好了 千万不要炒制时间长 那样猪肝容易变老 咬到嘴里会很硬 这道菜你学会了吗 下面我们分享第二道菜 叫酱香猪肝的做法 因为有一部分是不吃蜡子的 准备一个去皮的紫皮洋葱 因为紫皮洋葱营养价值会很高 用刀把洋葱从中间切开 取一半的洋葱 我们用刀把它成块 然后放入盆里面备用 大家现在看到我准备的这些腐材 算苗段 洋葱块 青椒块 生姜片 还有少许的猪肝 这个青泡椒块是不辣的 我们当地人称为 它叫大辣子 我们起锅放油 油温五成热 我们加入一勺黄豆酱 再下入姜片 蒜苗进行炒香 炒香后 倒入洋葱和我们的青椒块 翻炒树下后 倒入猪肝 这是加入少许的料酒 食盐 白糖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酱香猪肝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我们现在做了两道菜 下面我们做一个快捷的汤 这个汤五分钟就好了 这个汤的名字就是菠菜猪肝粉丝汤 首先准备一个空碗 加入少许的温水 放入少许的粉丝 泡发一会儿 菠菜洗净后放入到盘中 家人们可以看到我们泡好的粉丝 菠菜 还有刚才从盘子里面拿出的猪肝 我们起锅加水 水开后 我们放入猪肝 以及粉丝 以及菠菜 因为这些都非常好熟 然后再放入少许的食盐 出锅前 放入鸡精和胡椒 搅拌均匀后 放入到碗中 然后再碗里滴入少许的香油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的菠菜猪肝粉丝汤就好了 有些人喜欢放生姜和葱 如果猪肝处理干净了 是没有不好的味道 是不是很简单呀 这个汤 今天我用猪肝做了两个菜 一个汤 你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就试试吧 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 关注阿勇每日小厨 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